刘传星宣布退出CBA 为何远赴NBL打球 只因吴庆龙的一句话 大家好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球兵咱们一起来聊一下 在今天下午咱们中国南篮国家队的中锋刘传星 也是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宣布 没有与青岛队达成虚言一致 将会退出新赛季的CBA联赛 他将会在新赛季开启一段新的冒险的旅程 那么这段冒险的旅程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随后青岛南篮 在官方的公告中也已经回应到 祝福刘传星在接下来前往奥超打球之旅 能够一帆风顺 也就给大家揭晓了这个答案 意味着刘传星将会正式的踏上 前往奥超NBL联赛的刘洋之旅了 很多球迷也是在这件事情出了之后 认为刘传星是不是跟周琪一样 想要闹着转会走不了 所以说最终退出CBA联赛呢 其实并非如此 首先我们要知道周琪想要闹着走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刘传星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刘传星刚刚跟青岛队结束了A类的新秀合同 接下来呢 青岛队将可以以B类的合同跟他完成许约 对吧 拥有着B类独家优先许约权 但是呢 刘传星其实呢 他自己一直想要去出国深造 想要突破自己的这样一个平静期 让自己的个人职业生涯呢 迎来一个突破性的增长 所以说呢 他没有选择跟青岛队许约 而选择了去刘洋 而很多球迷呢 担心他后期刘洋回国之后 会加盟到其他球队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青岛队将会一直拥有着他 B类的独家优先许约权 所以说这就能够看出啊 刘传星此番离开青岛队 去奥钞打球 并不是意味着他想要真正的离开青岛队 而投奔其他的CV球队 他是内心真正的有着一颗 督促自己想要进步的心 对吧 那么这个心是如何来的 正是因为吴庆龙的一句话所来的 我们知道 刘传星作为青岛队 唯一的中国南兰国家队的国手球员 对吧 在今年夏天代表着中国南兰 参加完了国字号的两项重要的比赛任务之后 吴庆龙知道呢 当时在率队 率着青岛队 正在进行着一个下巡备战 那么他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点评了自己的爱徒 刘传星 作为吴庆龙亲手打造培养出来的一代 青岛队的内线的顶梁柱 可以说呢 吴庆龙也是对于这名爱徒 表达了一番赞美之情 同时呢 他也是表示 目前刘传星能够从CBA这个舞台 登上了国家队这个舞台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认可 是蓝鞋对于他的一种认可 那么未来呢 他需要更加的努力 突破自己的这个平定期 刘传星未来还有很多的不足 需要不断的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实现破茧成蝶 那么通过吴庆龙这一句话 我们就能够看出 在吴庆龙的眼中 其实虽然说 刘传星已经目前非常优秀了 已经能够进入国家队了 已经能够在国内的这些本土中锋中 算是佼佼着了 但是他同样 还是有着很大的成长的空间 并且呢 说实话 他在青岛队 可以一直非常安逸的 当着一个主力中锋 但是如果说 在这样一个掌球的年纪 如果能够正式的开启一个刘洋之旅 未来大胆的去走出去 走出国门呢 能够去到其他国家的联赛 可能整体的澳超的联赛的 整体的水平 并不如我们CBA那么强 但是呢 人家澳超整体的 内线的对抗力量 是吧 要更强一些 有助于刘传星 提升他的整体的 上肢的力量的对抗 这就对于刘传星的成长和进步 将会起到一个举足轻重的意义 所以说呢 此番刘传星也是受到了 吴庆龙这一番话的一个刺激之后呢 能够大胆的开启了 自己的刘洋之旅 让刘传星真正的敢于去尝试这样一个冒险之旅 年轻他不怕失败 这个时候他大胆的走出去 签一个赛季 我去当人家澳超联赛的一个赛季的外源 如果说能够让我看到了真真实实的进一步的话 我可以继续 通过这样一个澳超的跳板 能够未来帮助我登上更高水平的联赛 像欧洲的联赛 像NBA这样的联赛 是都有可能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通过澳超的联赛 我看不到我一些收获的话 我可以在下个赛季 我再重新返回到CBA吧 对吧 我还可以跟青岛队重新签一份B类的合同 也是可以的 虽说呢 对于刘传星来说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也能够看出这个小将身上的这骨子的锐气 和努力拼搏相声那种精神 这就足以看出 不管是杜峰还是吴请龙 他们都没有看错人 这个小将未来绝对是一个可塑制裁 努力的想要破茧成蝶 突破自己的这样一个平静期 让自己成为一个世界顶尖的中锋 我们也在此祝福刘传星 未来他的流洋之旅能够一帆风顺 我们也期待着一个更加优秀的大魔王 能够早日的实现王者归来 我们也敬后加音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 那先聊到这 喜欢胖周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啊 听听听听 聊段球 我们下期见